大家好,这里是水飞投资日记 就是讲一下怎样用Zoom 当你打开了Zoom开会的时候 Zoom的螢光幕就在面前了 如果你想聊天说话 但又不想对方或者是主持人那边知道 你就按Mule这个键 这样你现在说话对方是听不到的 但如果你想发问、聊天或研讨的时候 你就要打开自己的咪 这样对方就会听到 如果你不记得打开,比如红色的话 对方是收不到的 又或者你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想对方看到你的样子 你可以停下视频 那老师或者对方看到的就是黑影 看不到你的样子 如果你想对方看到你的样子 就打开视频 还有一个功能是挺好用的 就是你 譬如你现在看到背景 在后面有背景的 但是你想设定背景 叫做什么呢? 点一点这个三点 就选Virtual Background OK? 在这里譬如你选金门桥 你发觉选完金门桥之后 你的背景后面就是金门桥 换句话说你一边上堂、一边开会 后面有什么亲人、家人 走来走去 大家都看不到 后面有一些叫做私隐 但是如果你想取消背景 就选择这个Lun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在这里还有什么功能可以用呢? 你想看有什么同学和朋友 一起参加会议 就会看到人名字在这里 OK? 又或者是你想同时间 除了看到你自己之外 想看其他同学 就点点这个 Switch to Gallery View 这样 如果有四五个同学在一起 你都会看到他们一起在这里 好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 用SUME 的方法 但如果你说开会了 你想离开 你就按这个Leave 跟着Leave 离开 这样就可以下堂了 有时候中间断了线 你想再参加 这样就选择 Join a Meeting 再给他个Number 例如615 267 580 按回Join 给他个Number 接着Join with Video 然后你就会进去 这个时候 就会问对方 问老师 否让他进来 老师说给 那就就可以了 OK? 今天就说到这里 水肥投资日记